以下是教宗聖父在公開接見活動中教理講授的內容 親愛的兄弟姊妹 在我最近的一次使徒之旅中 我到訪了印尼、巴布亞辛基內亞、東帝文以及新加坡 遇到了很多又大又充滿活力的基督徒團體 教會是這些國家所經歷的豐富成長 來自一種充滿活力和喜樂的信仰 這些信仰以憐憫和尊重所有天主的子女為標記 而不論他們的宗教和文化 這種見證以及與其他宗教的兄弟情義和合作的具體經驗 為我們人類大家庭擁有更大的公義和和諧的未來帶來希望 我感謝各地的政府和宗教當局讓我的訪問得以實現 並勤求上主引領這些國家走向繁榮與和平 靠中勝負現在以意大利語向我們致意 我祝了大家的祝福 我向今天參加公開接見活動的英語朝聖者和旅客致義 特別是來自英國、愛爾蘭、荷蘭、挪威、喀麥龍、南非、印度、印尼、馬來西亞、菲律賓、越南、加拿大以及美國的團體 我以耶穌基督之名施給你們及你們的家庭喜樂與平安 充縮保障 The peac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. God bless you Éd cum spiritu tuo Éx Omnú kidus fui� Stiekulum Ajute Rilinostrum i Nómine Domini Beneveika German 阿们 阿们